台風帶來連夜大雨 花蓮山區出現土石流 從山上傾斜而下 交通因此中斷 警方28號一早 巡經卓附大橋往清水方向時 發現有土石灘方阻礙交通 於是立即通報 並擺放三角錐 現場拉起封鎖線 出動挖土雞小山貓 聯手一起清理落石 加上警方交通管制 希望能加速恢復交通 除了山區受到影像 台風尾掃過東部 在花蓮市區也出現搶風豪雨 几名客人坐在一間露天咖啡廳中 聊天玩手機 突然外面吹起一陣搶風 把民眾都給嚇壞了 这一棟破了一個大洞 大量無睡瞬間灌了進來 坐在裡面喝咖啡的民眾 全部淋濕 點點物品也被吹得亂七八糟 我們整個人都快要被吹走了 你像快變龍捲風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 樹葉對著往那邊飛 那個上面那個 那個什麼遮雨的那個也倒下來 颱風渡蘇瑞雖然逐漸遠離 但受到颱風尾影像 在花蓮山區爆發土石流 市區店家也受損 後續該如何復原 又是一大工程 繼續文中文報導